9号弹馆揭秘你所不知道的历史真相 看日战争是我们中国人民永远抹不去的一段驱逐岁月 更是一段中国人民为了能够活在和平年代的反侵略的奋斗历程 对于日空的侵略 无数的革命战士 他们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最终将侵略者赶出了中国的命 但是其中有一位战士 他在抗战结束后却隐姓埋名 直到55年后大家才了解到他的故事 他是哪位战士呢 想要了解他 我们应该去了解一下这个毫无人性的日本侵略者阿卜归秀 阿卜归秀占领中国的土地后 可以说阿卜归秀驻扎过的地方几乎都是杀光抢光烧光 非常让老百姓感到痛恨 正是李二姓这个人将阿卜归秀彻底的送到了地狱 李二姓出生于1921年 祖籍山西 他小的时候非常的不幸 父母早早的就离开了 为了能够生活下去 李二姓就给地主家打工为师生计 他16岁就参加了红军 刚开始的他容易什么都不会就只能做勤务兵 到了后来第二席就加入到了抗中一线 由于表现突出不久就成为了一名炮手 特别是在一次战斗中俗称战无不胜的日本中将阿卜归秀所带领的部队被红军打得节节败退 死伤非常惨重 剩下的也就十几人不到 可是阿卜归秀居然在这种完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把剩下的队伍集合起来 想要来一次偷袭 但是红军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埋伏圈 让阿卜归秀来钻 红军把日本侵略者带到了黄埔里 进一大伏击 可是毕竟阿卜归秀的战场指挥还是非常有能力的 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战斗 不分胜负 这时有人看到 不远处那个小山头 有一间房子 并且有几个人迈着枪在来回的走动 还有一个长长的像天剑一样的东西 红军立即对那个山头进行了瞄准 准备炮击 第二席观察后 说可以射击 在范围之内 随即第二席瞄准山头 进行开炮射击 不到几分钟 那里已经看不到战者的人了 等到战斗结束后 才知道被击中的是日本高级将领阿卜归秀 而且当时击中阿卜归秀的那门炮 现在已经是国家珍贵的历史文物了 虽然它隐姓埋名 但是它的历史最终会被人们所熟知 它做的贡献 我们也会铭记在其 它会永远地活在我们的心中 就会遗免在那边 是国家珍贵的历史文物了 都是国家珍贵的历史文物了 因为我们的心中 中文字幕提供